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2016年煤击台风重创台湾 那他说,这都废话 那现在呢,假设这个游览车的轮胎厚度不济 然后这个车长宽还有这个什么车底高都给你 游览车的重量呢,他也告诉你 游览车的重量是15920 里面有44位乘客,每一位乘客是80公斤 空气的密度叫1 那假设呢,这个空气是稳定流体 每一个都是做弹性碰撞画起来 下离合者虚无正确 我们先把这个,这个什么东西 我们先把总,重量先把它算出来 这个总重量呢,是15920 然后再加44位80公斤的乘客 44乘上80 那这样的话是多少 这是320 然后再加320 3520 那这个再加3520 加起来 19440 19440 那这个总重量是19440 可是好像要再加上空气的重量 那这个题目他应该要讲清楚 要不要加空气的重量 如果你加的话,那你要把这个体积呢 再乘上这个,再乘上密度 就等于空气的重量 那这个东西 他说摩擦系数够大 要翻的话至少要35 那我们来算算看 恰翻的那个瞬间 恰翻的瞬间 就是假设这个是分力 分力假设下F 然后呢,这个是重力 重力作用在重心 这叫Mg 然后呢,下翻的时候 他会像这样子 左边翘起来 只有右边在接触 左边翘起来 OK,只有右边在接触 那只有右边接触的话 他的正向力集中在右下角的侧轮上 那摩擦力呢 集中在这边 这个叫做F 那我们就以谁为支点 我们就以这个 右下方的轮胎当作支点 那重力力矩抵消 这个推力的力矩 好 那重力力矩抵消推力的力矩 推力再乘上力弊 推力的力弊是多少 我们放大来看 推力的力弊呢 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 就是3的一半再加0.3 那3的一半是1.5 1.5加0.3是1.8 所以A4再乘上力弊 他的力弊呢 是1.8 对于重力再乘上力弊 那重力的力弊是多少 重力的力弊是这一段 2.4的一半 1.2 好,所以2.4的一半 1.2 好,可是这个F是多少 因为他要算那个分数嘛 那我们就假设 每一个分子 他都是做弹性碰撞 哇,这个不好算 好,来 每一个分子做弹性碰撞 我们假设这个分子转过来 它过去是V 那反弹也是V 动量变化 我们就说2MV 来 那力量好 我们就把它写作 动量变化 再取时间 那动量变化 我们就说 是2MV 底下再取时间 可这个M他没有给 这个M没有给 我们就假设呢 它是一坨气体去撞过去 那这一坨气体呢 去撞那个表面 好 那这坨气体呢 好 体积 假设是这样 对不对 那它走过去的 这个 这个时间 MΔT秒 它走了V乘ΔT 然后 它这边的截面积 假设叫做A 好 所以体积乘上密度 就是质量 来 这个不好算 2乘上体积 体积是A乘上VΔT 再乘上密度Low OK 再乘上速度 底下再取时间 时间时间会消掉 所以它这个力量 会变成2A LowV平方 好 变成这样 好 我们把它带进来 来 这个F把它带进来 这个F叫做2A 减面积是多少 这个减面积是这一块面积 那这块面积是3乘上12 36 好 所以3乘上12 36 密度是1乘上速度V 要等于 来 等一下 要乘上1.8 因为这边利弊是1.8 哦 再等于重量 重量是19440 再乘上G 再乘上1.2 非常麻烦 好 我们再继续算 这个约掉 约掉 约掉这个是3比2 然后呢 这个2跟2可以约掉 2跟2可以约掉 然后 这个约掉的话是6 8 等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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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 6480 那6480跟这个36可以约掉 6480跟36约掉是1 80 180 180 再乘上10 18 18 18再开根号 18开根号 10 根号 18 诶 等一下还可以再提出3的话 30 根号 2 30 根号 那30根号 根号是1.414 乘上30的话 那就会变成 大约是42 左右 大约 42 左右 大约42 所以每秒大约42 这是错的 那再来他说 如果摩擦系数过大 受到分的冲击 这个银分面的正向力 应该是要怎么样 小于一半的重量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想 如果 如果这个东西 它有重量的话 那没有分的话 两边的正向力 就支撑 各一半的重量 可是因为有分在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以 我们以这个地面当作支点好了 比如说我们把地面 这个点当作支点 OK 那这个时候的分力 它推过去之后 它会这样子推 会减少这边的正向力力矩 因为你看 这个力矩 再加这个分力的力矩 底下重力的力矩 那重力力矩固定嘛 那这个分力如果增加 它就会让这边的正向力力矩变小 那正向力力矩变小 这个正向力变小 它就会小于一半重量 所以小于一半重量才对 所以这个B错 C错 D正确 那再来它说 如果风有 不论有 不论这个风有多大 都不会离开地面的话 它的摩擦系数 必须要小于三分之二 刚刚我们说 这个恰翻的瞬间 是不是算是在这里 恰翻算是 在这边 那么 这个F 它必须要等于什么 它除了要等于那个分力 再推 它还必须要等于摩擦力 为什么 因为你画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 它的摩擦力 它会像这边 那分力跟摩擦力 它们必须要等大反向 那摩擦力 它必须 要小于最大进摩擦 所以我把这个F换成 分力把它换成 它的大小等于最大进摩擦 好 假设它不会脱离地面的话 那这个地方又等于最大进摩擦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换掉 好 E选项 我们把这个F换掉 把它换成最大进摩擦 μS乘上N 那N就是NG 那这个时候乘上1.8 OK 这个时候的N还是等于NG 好 这边的N还是等于NG 那μN 刚好等于这个分力的推力 来 那分力的推力 我们这个算是换掉 分力的推力换成μN 那乘上利弊1.8 要等于重量再乘上利弊1.2 好 好累哦 这个MM消掉 GG消掉 这个是三分之二 所以μS至少要三分之二 好 μS至少要三分之二 所以呢 这个东西它说摩擦系数 来摩擦系数 你看它必须要这个三分之二 好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就说 来 必须要三分之二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 它是必须要不能滑动 对不对 因为它是说 不会离开地面 那不会离开地面的话 这个要小于最大气摩擦 所以这个是小于最大气摩擦 所以摩擦系数 必须要大于才对吧 它怎么写小于 好 所以这个一是对的没有错 但是 但是这边有一个遗憾 它这边写小于 应该写大于会比较好 少于是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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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